你們嘗試有沒有講到韓戰 韓戰又是蛋炒飯 很棒 有沒有看到一個YouTuber 蛋炒飯那天發生條件 之後炒飯的視頻被人吵架 蛤? 為什麼呢? 說他什麼不尊重鮮烈 你老母好慘了就死了 如果不是死了的話 中國就沒有四個現代化的了 死在肯定了 傻乞來的 打著用炒飯 為什麼要吃炒飯 好吃不吃 為什麼要吃炒飯 我想炒飯是搞笑的 但是在那裡炒一些東西 其實韓戰真正寫的說 這個習總真是 我不知道他真的信了還是說謊 你知道我們一向都說抗美援遲、抗美援潮 但是中國以外的人都強調說 這個不是抗美援潮 是抗美援戶 你聯合國軍 而且你老母 你北韓撩散人家先 你打散人家先 人家是保護自己 然後你就派你的軍隊一親到南韓 而且中國說的東西是不合邏輯的 中國所謂抗美援潮就說 順寒似亡 一定頂住他 要不然美軍就殺到來了 你看美軍已經在日本和韓國駐紮了 幸好頂住 要不然他就在阿洛哥駐紮了 說這些邏輯 美軍要對你 在阿洛哥駐紮了 天氣這麼冷 當然要天氣暖的地方 就去對你了 美軍真的要對你的話 直接派軍艦 佔領你的 你什麼有水的成員 什麼在廈門、廣州、上海、天津、青島等地方 美軍最厲害的是海軍陸戰隊 在北京 你海邊有多遠呢? 你媽拿坦克過來 可能你媽兩、三、五個小時就到了 你有沒有看最近那個BTS被人吵 被人吵是韓國的一個組合 比外國比較出名的 就什麼支持 又被外國小粉紅吵是嗎? 說什麼啊 他們紀念韓戰 紀念祖國的軍人打仗 然後被人吵不愛國 不愛什麼國 什麼啊? 玉華 他們不愛哪一個那個? 不愛韓國還是不愛中國? 不愛中國 那我一個爛K-pop 為什麼要愛中國? 不是 我一個樓山不是愛不愛中國 是一個玉華 所以我就說了 習總是不應該大肆宣傳一系的 雖然是75週年 因為根本就是顛倒是非黑白 70週年沒有75週年 你拿出來說的那些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東西來的 美國佬要搞中國 那就不會是 你當年抗爭的時候幫中國 這樣是想搞中國是不是? 就算他當初要搞你共產黨政 他都沒有必要跟朝鮮對你 而且我想問搞中國 中國打到殘了 打完抗戰又打了內戰 是啊 為什麼是為了你共產黨的女兒? 為什麼要搞中國? 有什麼好處? 你是不是有石油? 那個時候沒有石油 你就是一個沐沐滄瘍的國家 我以為你來幹什麼春呢? 那個時候你武漢 拿你武漢吃長江魚 拿你廣州 喝早茶 拿你上海幹什麼? 聽歌劇嗎? 去蘇州你看看袁林 去荒州你為什麼就是為了看你的西湖 很多人幹什麼? 你當年老毛就迫於無奈的 斯大林 拿到命令 要作一些理由出來 你沒理由在七十多年之後 還拿了一樣的理由出來 水策我們 你早過同胞 他呢 就是在那裡 我看了一件廣話的 反正他的主要意思就是說 我們中國人 是包括戰勝的 你七十年前 七十五年前你抽我不贏 堆我不死 或者沒有堆死我了 不過他的意思就是 你當時抽我不贏 你今天更加不可能抽贏我了 他很自豪的 他還說什麼? 你老美 第一次打倒美國、中國 很自豪的 你老毛 他那些算是打贏美國嗎? 美國都沒有切斷他的口琴 你老毛 越南仔就是要打贏美國 越南仔是打到美國人 很害怕 你媽媽是撤軍的 他那些不算打贏 但是他的目的就無非是兩個 一個對內就是宣揚民主主義 用民主主義去團結中國人民 第二個就是告訴你美國 通過西方媒體話給美國聽 你不要過來鬥我 你不要用武力的方式 跟我對抗 你肯定打我嗎? 就算打我 你肯定會很痛 就像現在貿易戰一樣 但問題是你做這一波系列 之前我在哪裏看 我在YouTube上看那些西日 還是反正寫英文那些人 不是同樣 有些回報就是說 如果中國不是整個系列 一有空就在那製造 它的鋼鐵紅樓 可能這次香港這件事 就已經是會被人家 用那些深入的方式去干預的了 但是英國佬現在就是對著 整天掃肌肉的中國就是 責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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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你一定要拿一條鋼鐵出來告訴人家 我現在鋼鐵大個兒子 我不夠了 抗美援朝 說一句就是要抗美了 不過現在其實不用抗美了 已經成功帝國主義子老虎了 已經從內部瓦解了 用選票瓦解了帝國主義 郵機投票了 怪不得那些人叫Donald Trump 叫川普 我之前有說過 我之前有跟我說過 Donald Trump 真的美國人民送給我同胞的禮物 他說我真的希望他多做一件事 不過現在發現他不做一件事 他實在是做一件事 他真的是中國人民 他可能真的是特朗普的朋友 不過用村子肯定是台灣叫的 他叫川普 我們叫特朗普 不是特見識 我們叫他川普 台灣叫川普 我們叫特朗普 怎麼呢 川普是四川普通話 我真的覺得特朗普通話 這兩個人真是玩得很開心 終於去投票 他本來應該預算是拜登當選的 不過我想不到 當選的過程這麼艱辛 過山車 差點害死阿爺 不是 其實我覺得一個觀點就是對的 就是無論是哪個黨當選 阿爺都不會再好像 前奧巴馬時期 或者從特朗普通話就不是這麼朋友了 就是特朗普通話之前那段時間 就是胡溫時代 那個日子就不要過了 美國很快就肯定會收拾你了 但是最近這段時間可以吐一彈氣 起碼可以開開心地過過 2021年的春節 有什麼時候過完 明年春節再說 但是會不會都不一定呢 因為如果川普知道自己就是 由於今時今日玩到 下年一月了 就來普京 既然都時日無多了 他可以做什麼事呢 說不大呀 又弄成一堆行政命令 是啊 你有時間批的嘛 有很多事要經過議會 有些事要經過商務部 你拿單不是立刻做的嘛 那個不是 不是啊 Executive Order 就是他一個簽署而已嘛 行政命令 是啊 他那些行政命令 簽署了也沒用啊 可以取消的 還有兩三個月 唉 你喜歡玩給你簽署而已 還不喜歡簽署而已 簽署了三個月就簽署了 沒所謂 大家都當你是夠說的啦 新總統是幾時上的嘛 1月不知哪一天 1月13日 那還沒過一年 那可能都是過一個好的聯誕而已 沒說過一個好的聯誕 拜登就沒所謂啦 黑眼睡的 哈哈 哈哈 我拜登黑眼睡 你不知道下面的人黑眼睡 下面的人可能到中國 都會在籃下 是啊 拜登到時候 如果吵死中國的時候 就要繼續說江澤民出來 哈哈哈哈 President爭了 江澤民你不可以經常在籃口那裡這樣欺署 哈哈 你不要江澤民你的混蛋 你不可以在身體那裡 這樣對身體委員就不行 當初 在我的推動之下 當你進入了WTO 你一這樣欺署 美國人民就站在籃口 對抗你高澤民 那時候當然不是說抗你高澤民 真是這麼逼 他可能真的有些 不太行 我發現其實他可能已經開始有些輕度的路人之外 77歲的嘛 你不是有路人之外 不是經常叫George 他講了三次George 是George還是Bush 我忘記了 他講了兩次還是三次 沒有人提醒 你說他老婆 我看到他好像不一樣 他罵他老婆做了 很小 你看他口型有動了 很小聲你聽不到 我應該會有很多搞笑的東西看 拜登說 和Donald Trump哪個搞笑的 當然是Donald Trump 你那個黑手 你是不是 那個黑手指 他怎樣 他好像是Luffin Piss 還是怎樣 他說話不斷向他 就是黑手指 就是黑人說話不斷扯身的嘛 兩邊換的嘛 黑人 Donald Trump 我原來是聖強的 經常是屌尺記者嘛 為什麼沒有人 為什麼沒有人像當年布殊那樣 拿著鞋子扔著他 都扔著他 哈哈哈哈 試試殺馬 我之前看布殊的人扔鞋的那段片 那個扔鞋的黑人很激 距離少於一部車 三米左右 很近的 而且扔得很大力的 這部船真的反應了 他避開了嗎 兩次都避開了 兩隻鞋都 他在這隻腳走出去的 最後 小布殊是不是會拿著飛機 我不知道 拖拉機應該會拿著 他的路上 我忘記是他爸爸會拿著飛機 還是他會拿著飛機 Share那段扔鞋片 可以整的 幾十秒而已 扔得很快 是不是這段片呢 我先看看 應該是 伊拉克記者吧 應該是 他好像扔在伊拉克沒有 嘩 你老美 兩隻都沒有 他頂得有點高啊 頂得有點高 不是啦 這件事我覺得小布殊 就張圖很多 之前關事男士在那裡 就被人家撒雞蛋了 我要撥回去 立即你把零手撥回去 哈哈哈哈 零手就撥回去 你把人家拿雞蛋撒給你 你把手撞在人家的頭上 他還要是死中 不是中一隊的時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嘔吐吐吐吐吐 他還說 蛤 你有沒有 幸好那些政客這麼有火 不過他下氣就算了 他還有一屆參議員 對呀 參議員 而且我看到那些傢伙是過大的 給他幫那些傢伙 是啊 兩件事一撥回去 還要一群大隻傢伙 哈哈哈哈 那些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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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他還沒有在 哇 布殊 都很敏捷啊 很快啊 不是 可能因為他太近 看到他舉一下 哈哈哈哈 我丟掉完之後 有這麼多人出來 你不要說 你再看布殊的片子 你看布殊的樣子 其實是很有性格 就是一個有抱的人 就是布殊 他起碼的優點是夠幽默的 但是Sleepy Joe 好像真的是一個老爺來的 我懷疑他可能做一年就不在做 以身體不適為理由 你什麼去優 接著被河錦麗去做總統 可能他真的會是 他任不上次去做 我跟我老闆說 就是我們那個星期三下班的時候 就是在說特朗普的特效率 還是高很多的 那時候就跟他說 他說你老闆 可能美國人真的接受不了 你媽的整個亞洲人上來 他說覺得美國人接受不了 這個亞洲人 接受不了這條女人 白人接受不了 還接受不了的女人 而且他聽說 即使是這條女人 他當時都有想 開始民主黨初選的時候 他有站出來的 但是好像說他的W率很低 黨內W率也很低 很低 是的 哎呀 民主黨有很多女人 還沒輪到白人女人 還沒輪到你 白人才會順序 還有一個很老的女人 哪一個很老的女人 你說Pelosi 他又當選了 他又選人了 他加州的選區 他八十幾歲 是啊 不過他兩年而已 眾議院那些做兩年而已 但是他做不做議長 議員肯定做到的 他做到議員就做到議長 民主黨是最大的 都沒選完民主黨 沒選完但一定是眾議院 都比民主黨多數了 如果民主黨連眾議院都拿不到 那總統真的做不到 又只是簽滿Executive Order 不過你沒說 佩洛西他雖然年紀這麼大 但是你看他的樣子好像很激實 我就說他八十幾歲 我就之前覺得他 你們跟我說我都不知道他八十幾歲 我真的覺得他可能六十歲出頭 甚至還未到六十歲 但是你想他已經八十幾歲 八十二、八十四 是他經常出來屌殺特朗普的 很激勇 不是你看他很激精神 但是你看他特朗普那天做 是國情之文 他當記者在他的面子 就撕掉特朗普那份黑衣 還要站起來撕的 你看得出他真的有火 像Joe Biden 他整個精神領袖 在民主黨裡面 你說Joe Biden還是他 不是他呢? 當然是Pelosi 他真的由江澤民年代 就吊出共產黨了 那麼批我? 吊江澤民時代 吊共產黨就沒事了 對呀 那個時候中國那麼頑囂 還是臨春袋來的嘛 那個時候 說Nancy Pelosi差十幾%得票率 他那些這麼Iconic的人 肯定就贏了 除非他自己不想做 他應該做完這一屆就不想做了 他在加州輸就一定贏了 哦 加州是比較難輸的 тур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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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